失望 就看你能不能守住接下来的考验版 火力八重魂骨会比之前更加痛苦 加上没有海神之心护住你的感知 很有可能 你会因为承受不了痛苦而死去 我愿意承受 开弓没有回头剑 你可想好了 我愿承受火力魂骨之痛 走 不行 洗青植考顿最后一关了 一定要坚持 不能换过去 这 这哪是洗的考核 分明是烫的考核 小三 我愿意承受 我愿意承受 海神第九靠第七关卡通路 八重魂魂 进化成海神八异 原来 这就是喜之一靠的搞合 所谓恐惊甘来 不经历彻国的痛苦 又怎能迎来最后的喜悦 多谢海神大人 七星考核不过 圣家台 应该是恢复海神之心了 至于这颗金珠 说不定 对你传承海神神器会有帮助呢 避海潮生 难受欲 神兵本心 光辉再现 海神神装 卓甲仪式 开启 大鲜 千难万千 祝雄心 西晋千伐 方冲神 成功了 尝三 海神第九口完成 海神神奇完美气候 海神再现 所有魂魂修为提升五万年 尝门传承 唐三永三使命 终于完成了 唐三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罗刹传承 第九口即将开启 比比东 你做好准备吧 炮天锤第九环 竟然成为了神奇魂魂 想来 是一位第九环来自于深海魔晶网 它距离长身 本就只有一步之遥 再加上 我完成了海神神奇的传承 只是 魂魂颜色 为什么是和修罗领域一样的赤金色 而不是百万年魂魂应该有的蓝金色 算了 只要没有影响大火的海神传承 这就不够了 是时候 也看看我的伙伴们 周团 Jorge 刘romagn皮 这就要是 everyone 看 这就要是最好 最好的 最好是 最好是两个啊 那就是最好 最好是 最好是三个事 我ص条半年魂魂龙 我会准够了 这就来啦 不如你了 这就要是个人的 太好了 三哥还是三哥 一胖四哥 三哥成神之后 就会是 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呢 胖子 在你心里 我是这样的人吗 哥就是哥 不管哥是不是海神 他永远都是我们七块的一人 你 你永远都是爱你的那个人 哥 小母 顶级一可完成 陪伴海神完成传承之命 别加奖励释放 奖励魂力等级提升十几 所有魂魂修为增加两千年 神刺魂魂三枚 戴木白 朱竹青 马红俊 奥斯卡 宁荣若 辅助海神传承 奖励神刺魂魂一枚 小五 你竟然获得了三枚神刺魂魂 我也觉得很意外 陪伴哥完成考核 我应该像大家一样获得一枚才对 嗯 波赛西前辈曾经提过 在参与考核后第一次遇到魂力瓶颈 将会获得一枚神刺魂魂 可能是从前累积到现在的 另外 你在通过全部考核时 也遇到了瓶颈 又得到了一份额外奖励 难怪 三枚神刺魂魂同时获得 小五 恭喜你了 可是 以我现在的等级 吸收两枚神刺魂魂已经足够 剩下的第三枚 嗯 不如留给你的徒弟吉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三 我可是中大奖了 就在我吸收完神刺魂魂时 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老斯卡 因为你在四十岁之前 成就十物系封号斗罗 我 石神 在此宣布 你拥有资格 继承石神神奇 你需将魂力 提升至九十九级 方可开启 石神神奇传承 刚才那套光芒 竟然是石神 哥哥我 他是世上第一个石物系封号斗罗 看来 我也有成神的机会了 我要成神了 荣荣 要是我成了神 荣荣怎么办 小 荣荣荣 你也吸收完魂魂了 结果怎么样 三哥 刚才我吸收完魂魂之后 一个自称九彩神女的声音在我耳边出现 说她和我拥有相同的九宝琉璃塔武魂 让我传承她的神奇 但我不想传承什么神位 荣荣为了能和我在一起 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不想当年的那一幕重演 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成神又有什么意义 沈荣荣 小鸥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你不必为了我放弃成神 你有属于你的更好的未来 我不能用我们之间的爱 将你禁锢在人间 小鸥 荣荣荣 别 别哭啊 我说的是 如果 刚才我得到了十神的召唤 满九十九级之后 我也要开启神奇传承 也就是说 我们两个 都能成神了 荣荣 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你不知道我一直在为你 找你反护 我错了 我错了 荣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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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田荣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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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 哥 你多救我 小五 我永远在你身后 好 小五成功了 恭喜你呀 小五 马洪俊 就是三级 强攻系凤凰斗罗 猪竹七 九十三级 命攻系幽冥斗罗 强攻白 九十五级 强攻系白虎斗罗 命柔柔 九十四级 五柱系九彩斗罗 猛斯卡 九十二级 十五系石神斗罗 小五 九十六级 强攻系柔虎斗罗 唐三 一百击 海神 一百击 佳灵魂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决 我与千刃血之战尚未有定论 伙伴们 我们仍需在此处进行修炼 迎接 作用终的战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命 老师 六年不见 你的进步令我惊喜 吉祥不忘老师嘱托 我一直在努力修炼 这枚神赐魂环 是你师娘赠给你的 神赐魂环 不过 你要留到冲击第九魂环时再用 谢谢师娘和老师 可惜 我们没有时间叙旧了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如果你去海神岛的话 你就说 你是海神的弟子 海神的弟子 他们看到我在你额头上留下的烙印 就会相信你的身份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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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来得及 和您说上几句话 带老师 三哥成为海神 我们也终于成为风号斗罗 加灵关那边的情况 也不知道怎么样 我是不是该回去了 好 那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修罗魔剑又纠缠你接手修罗神的传承 是 但我还是拒绝了 既然修罗魔剑让你这么痛苦 不如让我来为你分忧 试试修罗魔剑 会不会选择我 小五 你要想清楚 选择接手修罗魔剑 有可能会获得修罗神传承 但修罗神传承的难度 恐怕还在海神传承之上 我怕你有危险 哥 就算前路艰险 我也会勇敢地面对他 解决他 而且 这对我来说 还是可以和你长长久久在一起的机会 就让我试试吧 由于女玩 小五 我作比一只崖至着的修罗利语 也跟着修罗魔剑 绲住了小五体内 小五 你怎么样 好啊 小五 你怎么样 为什么修罗领域没有随着修罗魔剑完全进入小五体内 难道修罗神有别的打算 哥 怎么了 我感受到千人雪的神念 此阵迫在眉睫 你们尽快赶回 趁守嘉陵关 我与千人雪的战斗结束后 就立马赶回与你们会合 放心吧 我一定会小心的 师父已迟 我们就此分别 哥 一定要小心 这群若能成功 获格兵不血刃 瓦解五文帝国 免得生命涂胎 免得生命涂胎 唐三 你终于成就害谁 拥有了与我一战的资格 我也突破三十几万 莲子 你的老父 滚出来 滚出来 木兰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无妨交给玄子他们去处理 我 不 不 嗯 快 独老怪 你想和我们史莱克开战不成 少复废话 找出货运号 他是冲着我来的 这道声音的主人 正是本体宗宗主独不死 本体宗行事素来霸道 但他们对宗门弟子极为袒护 玉昊 你的灵谋是本体武魂 本体宗将你视作宗门一员 平心而论 本体宗对于本体武魂的研究 冠决大陆 他们一定有办法 让你的灵谋二次觉醒 二次觉醒 本体武魂跟普通武魂不同 只可以二次觉醒 觉醒之后 普魂品级会更深一层 实力也会飞速提升 玉昊 你若想加入本体宗 史莱克 实力是我的家 旁门是我的宗门 我这一生 绝不改变已做出的选择 更不会更改自己的意志 好孩子 手底下见真章的 未经许 这第二天 你 你若同位九十八级 但你少了两枚十万年魂魂 你是拦不住我的 嗯 海神之功 你 你居然还没死 国王已成沉冤 生死有命 无必暂停 你只要知道我的弟子郭余豪 可以决定如在十三刻 你如若再心钻尽 求怪我青上皇帝宗 有个说法 看在您的面子上 今日之事就算了 但这个孩子 我们本体宗不会放弃 清山不改 绿水长流 龙神斗罗 后会有机 你 少哲 走 你去安抚城内民众 其他人都回去吧 是 是 轩子 你进来 龙神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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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获胜 却也伤到了本源 一直落下终身残疾 龙神斗罗 早已没有当年雄风了 穆朗 您可别这么说 您是史莱刻的定海神针 人的寿命是有限的 我能感觉到 自己大县已经不远 别担心 老头子我一时半会儿 还死不了 雨昊 你过来 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孩子 当时你的眼眸虽然清澈 眼底深处 却藏着痛苦 直到最近 这份痛苦才消失 我才是学院 让你有了家的感觉 刚才 我和独不死说过 你是我的弟子 他也承诺 只要你在十来课一天 他就不会打你的主意 笨小子 还不快拜师